今天是2024年9月28日星期六 我们继续学习《重荣路》第59则 清零是十二 清零是指清零是浅尘尸 他是草洞中洞山梁家的弟子 世众去即留住 住即浅去 你试图离开摆脱他 他反而会留下来 你试图保留他 他反而会离开 你试图停留下来 他反而会离开 这个跟去即硬住 住者硬破 去者硬住 住者硬破 这个意思是差不多的 不去不住 去无国土 不物摆脱他 也不留住他 就是不落两边 这样他没有自己的地方 没有自己的国土 何处逢去 再再处处 那你还能在哪里碰到他呢 其实你在任何地方都能碰到他 其道 是圣某物得那么奇特 是圣某物得那么奇特 大家说说 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它这么奇特 圣问清灵 学人 禁往时如何 举步及迂回 有一个圣人问 清灵思前禅师 他说 修道的人禁止走在大道上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境界呢 这是什么回事呢 万松老人评论道 只要你抬起脚步 就不可能走直线 就必定会迂回曲折 林云 死蛇挡大路 劝指墓当头 贯成卓毒 清灵思前禅师说 有一条死蛇 徘徊在大路上 我扶着你不要踩在他的头上 万松老人评论道 清灵思前禅师习惯于下毒 圣云 当头时如何 徐耳大胆 这个圣人继续问 如果踩到了他的头 又会怎样呢 万松老人说 你胆子真的不小 林云上之命根 果然 思前禅师就说 你的小命就没了 就死悄悄了 万松老人说 果然没命了 圣问 不当头时如何 枕子有耳 这个圣人接着问 一直问下去 我如果不踩到他的头 又会怎样呢 万松老人说 怎么能游着你 像变色楼一样 变来变去呢 对不游不得你啊 你想怎么样 又怎么样 怎么可行 林云 一无回避处 住着 磕着 思前禅师说 你现在已经无法回避了 万松老人说 已经碰着馒头包了 空着泼着 住着 磕着 就是到处碰着了 就是变一切处啊 虽然正那么死如何 且莫着忙 这个圣人继续问啊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万松老人说 你先不要这样着急嘛 林云 却尸也 虽是死蛇 既弄也活 思前成死说 这条蛇已经被你弄丢了 万松老人说 虽然这条蛇是死蛇 如果你有本事也能让他复活 圣云 为神向什么处去也 不幸收怀 这个圣人问这条蛇去了哪里呢 我不知道这条蛇跑到哪里去了 你说他丢失了 万松老人说 如果你不相信 你在你自己的怀里去搜寻一下 林云 草身无密处 头上慢慢 脚下慢慢 思前成死说 草太深了 根本找不到 万松老人说 头上也是荒草慢慢 脚下也是荒草慢慢 圣云 和尚也需提防使得 回来也 圣人说 和尚你也要提防这条蛇才行 万松老人说 回旋标又飞回来了 林福长云 一等是个毒气 将位猴白 更有猴黑 思前成死拍着手说 同样都是这种毒气 我同样遭受了这样的毒气 我同样遭受了这样的毒气 万松老人评论到 我以为我很厉害 没想到你更厉害 思云 云州洞山第三世 是浅尘死 初从家山来参物本 这个清零死 是浅尘死 是洞山两家的司法地 是洞山第三世 注释应该是 洞山两家的四号 是物本城市 所以这里称 洞山两家为物本 这个物本就是洞山两家城市 本问 近离何处 林云 武林 北约 武林法道 河市之间 林云 胡帝 东抽筍 北约 皮镇 崔饭乡 供养于此人 事乃出去 北约 辞子向后 走上天下人去 在洞山城市问 你从哪里来 四千城市说 武林 东山继续问 武林的城法 跟这里比怎么样呢 四千城市说 在外国冬天都会 长出竹筍 胡帝 东抽筍 这个胡帝 就是国外 国外气候 跟这里不同 他们冬天 竹子能能长 长出筍子 东山城市说 这个城市不错 给他开个小赵 别正 吹饭 想给他做一点 好吃的饭 四千城市就走出去了 东山城市 给他收集 说这个小伙子 以后能让天下人 景仰 这个小伙子很不错 林带 洞山 加一松 有刘翁者 从此求诵 诗诗之曰 尖尖三尺鱼 玉玉腹荒草 不知何代人 得见此老松 翁诚物本 本月 贺翁之喜 此人第三世洞山也 四千城市 在洞山城市的绕场 加一种松树 有一个心流的老头子 让四千城市 写一个祭诵 做一首诗 四千城市 写了这样的祭诵 意思是 松树尖尖的 大概有三尺多一点 秘密麻麻 种满了荒草地 不知道以后 谁能见到我 再种的这些松树 流老头 就把这个诗 呈现给洞山城市 洞山城市 看到这首诗说 哎呀 这首诗写得太好了 我祝贺你 从此诗中获得的法喜 贺翁之喜 能够获得此诗 这个诗前城市 将来会成为洞山 第三任祝诗 第三诗 林池物本 至山南府 青错山 祝安金十载 呼吁物本一言 乃月 当利去谋 起居于小节哉 四千城市 后来离开了洞山的道场 在山南府的青错山 盖了一座小庙 他有一天 突然想起洞山城市的话 就感叹说 我应该去利益众神 不要在这里 默默无文庄清高 誓至隋州 原会众请 驻土门小青林 南热 故号青林 后来他就去了隋州 因为大众的齐情 他就在土门小青林 盖了一座小庙 所以他被称为青林 思浅 因为那个地方叫青林 小青林 土门小青林 所以称为青林思浅 常越 如等诸人 只需离心意识参 出凡胜路学 方口保认 若不如是 非无止息 思浅 曾经说 你们这样人都必须舍弃意识 去残救 超越凡福和圣人的二元对立 这样才能保认 如果不这样做就不是我的地址 声问 学人敬王室 如何 这身大悲隔下 要去中都 更夸知处直接要路 学人敬王室 这里好像是敬柱还是敬王 学人敬王室 也是敬王室 这个僧人要从 这个僧人问 我直接踏上真道这是什么样的境界呢 这个声音想从大悲隔 就是从寺院里直接前往中都 他夸口说 他知道最直接的道路 直接要路 知处 变更夸知处 直接要路 他知道最直接的道路 他知道动物法门 他知道绝物的路 殊不知 直下便是早态迂回也 他根本不知道 他这样夸口 已经是走上来曲折的道路了 根本不是直接知道 历史舌当大路 不拒之 四前城市就在路上放了一条屎蛇阻碍他 这声不顾为王 道当头者如何 已着毒了也 这个是人不怕危险 说我已经踩上这条蛇的脑袋了 会怎样呢 他这样说 其实已经中毒了 有的道 何不伴贺行令 林佑和神放过道 上知命根 有的人说四前城市 为什么不直接打他骂他呢 不过四前城市也没有放过他 说你已经死悄悄了 命根已经断了 这声烧绝痛样 带密出生之路 道不当头者 如何 林云亦无回避处 指这其里也免不得 这个圣人被蛇咬到了 知道有点疼了 知道疼 感受到疼了 就寻找了 就试图寻找出生之路 就想寻找出生之路 说如果我不踩他的头 怎样呢 四前城市说 即使这样你也无法回避 即使四前城市自己 他都无法回避 只是这清灵也免不得 这生 金苏力尽 道 正那么时左右 左右 无可奈何 如何即逝 离越 却誓言 这个圣人无可奈何 精疲力竭 他说像我这样无可 无可奈何的状态 应该怎么做呢 四前城市说 你已经失去了这条蛇 活人手段 于是难见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四前城市让别人复活的手段 能且能护 有情有助 他能够把蛇前送走 也能把蛇呼喊过来 能够把蛇捉住 也能释放他 奋复而身上取在不下 鱼儿捏缺便有下落 他能把这条蛇藏在你身上 你无法摆脱 也能把你拿下来 让你知道蛇的下落 圣人未省下什么处去也 凌云草生无密处 不悟悟 只事不可见 这个圣人接着说 不知道这条蛇去了哪里 四前城市说 草太神看不到了 四前城市并不说没有蛇 只是说看不到这条蛇 这神也怪 道和尚也提防死的 这个圣人也很奇怪 他说 和尚你自己也必须提防这条蛇 清灵将一条死蛇 招伯这身 末后去招腰残脚 睡伏长一下云 一等四个毒气 清灵四前城市本来想用一条蛇 来捉弄一下这个圣人 最后反而被他捉弄 被这条蛇 缠上了腰和脚 自己被这条蛇缠上了 他派了一向首长说 一等四 我同样招受了这样的毒气 一等四个毒气 就是说我同样招受了这样的毒气 万松道 熏天之地 万松老人评论道 这种毒气熏天熏地 到处都是毒气 无尽灯 清灵 苏姬极郡 非毒一时之光 一旷市为标市 无尽灯 可能是指人民 无尽灯 有可能 也可能是指苏名 他说清灵四前城市的疾风 非常迅速 险峻 它疾风的光芒 不仅照耀当时也能照耀千秋万代 亦旷市为标市 成为千秋万代的范市 万松道 老乱 春风 祖未休 这是万松老人最喜欢说的话 春风 虽然是春风 虽然是觉悟的境界 如果你一直纠缠于觉悟的境界 它就是一种 扰乱了 春风一直在捣乱 一直无法提醒 一直在给大家捣乱 更看天同吹花白柳 我们再来看看 红之正觉城市 他也在捣乱 吹动花朵 摇动柳树 给大家找麻烦 送三老暗转舵 夜获长舟 这个三老是指船夫 下面就提到 三老是古代的一种职位 乡称的官员 被称为三老 因为具有三种品德 被称为三老 德高望重的人 祝福的事里也有这样的话 张年三老 摇里尔 烈舵开头 皆有神 这个三老 就是指船夫 长舵的人 这个夜获长舟 是出自庄子 夫长舟与获 长山与者 为之故矣 然而夜败有 立者父者走 昧者不知也 夜里把船长在山沟里边 也会给你偷偷的拿走 所以 后代就指四十万五 时时刻刻的在运动变化 人事难以预料 所以 别做夜货长舟 长不老 你想 觉得把钱锁在保险柜里 别人也可以直接把你保险柜给搬走 孤舟夜回头 成员着灶 孤单的孤独的船只 调转船头 孤单的船 调转船头 万松南说 在清澈的水里放下船架 炉花两岸雪 至他寻弃 两岸的炉花像雪样白 万松南说 自己和外界神奇的融为一体 淹水溢江秋 上下明通 秋天的迷雾和江水混入一体 万松南平衡到天上和地下暗暗的融合 风力浮返行不造 水流得妙 风吹的船航行不需要滑桨 万松南说 顺着流水航行 非常奇妙 非常省事 非常奇妙 省力请 笛声换月下苍州 任运落前夕 秋月下半生的笛声前往苍州 万松南说 秋月随意会洒在 溪水里 秋月的光辉啊 诗云 丹霞存产时送 长江成侧印长华 满目清光未是家 满目清光得不是你的家 借为渔船何处去 夜深依旧树如华 这里的长华 就是长宫的月光华 就是月亮的光芒 简单的说就是月光如水 这些是丹霞子存产时的祭送 二老同送 成员战水 上造谷州 丹霞子存和 红枝正觉和天同车司 这两位车司一起迎送四个 描绘在清澈的水里 一个人在划船的景色 一个人在划船的景色 描绘啊 描写 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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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澈的水里划船的景色 丹霞 用玄斗送玄沙和尚人 本是钓鱼存上客 偶除兵法 偶除虚法 卓夹沙 本来玄沙十倍和尚 送啊 他这是赞叹玄沙十倍的 玄沙十倍是蟹山狼 是钓鱼的 本来是钓鱼的 后来把头发都剃了 就春驾沙当和尚了 佛祖 魏中留不住 夜来依旧树如花 玄沙十倍 玄沙十倍 玄沙十倍本来是钓鱼的 后来出家当和尚了 这些四个都是相互操心的 万松道 将位别有 万松老人说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特别的能耐呢 也就是操来操去 古今世话云 春霞虎烧翁 这个是松吧 高 高手 烧翁高手 为 掌 掌年 掌年三老 这里解释掌年三老 其实就是船夫 就是烧工 就是舵手 船夫 或者舵手 掌舵的 大海行情靠舵手 杜思云 鼠颜无麻 智古通 望胡之洲 行若风 掌年三老 常隔离 百昼 贪钱高浪中 继续引用杜福的诗歌 解释三老 就是船夫 此事如人行船 像是不作两岸 不住中流 觉悟这就是这下人 驾驶船一样 不能靠着两岸 也不能在中流停下来 用德里老和尚的话 就说 就是不住此岸 不住彼岸 不住中流 问君何处暗生 丹霞夜树如花 天同信封横管 丹霞子存城市的 诗歌里有夜树如花的句子 红字正觉城市的季宋里 也有在风中悠闲吹底日的意思 提升幻月下长洲 就是指红字正觉城市信封横管 其道 转舵回舟十座某村 大家说说转舵传舵乱船回头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夜深不下炉弯树 窘出中间于两头 超越中间 超越二元 还超越中间 什么都超越了 非常牛逼的境界 这也是丹霞子存的诗歌 全文是 风至高飞水至流 海阔天空涌故咒 夜深不像炉弯树 窘出中间于两头 这个夜深不像炉弯树 窘出中间于两头 就是 这一夜故咒该停在哪里呢 其实任何时候 任何地点都不能停留 不能停留在此岸 也不能停留在彼岸 也不能搞过中道 也不能停留在中道 中间也不行啊 应该怎么做呢 窘出中间于两头 就是超越二元对立 但是也超越了折中主义 超越了 也超越了中道 什么都超越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这是 崇隆安路第59则 清零四则 就讲完了